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他没有教过他说 以后妈妹妹要这个样子哦 但他所看见的就自然影响他的生命 事实上人类的死主亚当夏娃犯罪 就从看见开始的 当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 神很清楚对他们说 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够吃 可是夏娃就站在树下 一直看他树上的果子 越看越想 最后就顾不得神的命令 把果子摘下来吃了 这也正是现代广告学的原理 当你看见广告上的产品 看了就会想 想了就会去买 可见了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事物 常常在无形中影响我们的生命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轻忽你眼中所看的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媒体冲刺的世界里 好像无论我们在哪里 都无法脱离暴力与色情的画面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媒体的受害者 但事实上最后的选择还是在于我们 我们也许不能够选择不去看到那些画面 但却可以选择不让那些画面停留在脑海中 来影响我们 所以你要学习来选择你眼睛所看的事物 只有当你不断地选择去看人生中的光明 以及美好的事物的时候 你人生就必然会走上光明的道路 愿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